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前方的腹壁肌肉痛 你可能锻炼锻炼多了 腹壁肌肉拉伤了 但是很少见的 那么在腹腔里对于男性这个位置 有膀胱 直肠部分的胰壮结肠和双侧的末端输尿管 这几个脏器出现任何问题都会出现疼痛 比如说 末端输尿管结石 膀胱的炎症 膀胱结石 膀胱肿瘤 直肠癌 直肠周围的脓肿 盆腔的感染都会产生这种问题 但是一般小腹痛最常出现在女性 为什么 女性除了这几个脏器之外 还有 子宫和双侧腹剑也在这个位置 由于子宫的生殖道和外界是相通的 他们通过两个输卵管 一直到达输卵管散 也就是说女性的盆腔 事实上存在一个隐匿的和外界相通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盆腔炎 出现的可能性要比男性要大得多 一个女性小腹痛 不要忘记去查妇科 有可能是子宫复健的问题 致使的盆腔炎 尤其是在做过 人流手术以后 要千万注意 有可能会出现盆腔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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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